拼命采购美制武器 日前传出又盯上了另一款美军的经典装备 那就是MQ-9死神无人机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空军已着手进行向美采购MQ-9死神无人机系统的建案程序 规划首批采购4架 加上地面战基载武器装备 后勤支持设备及人员教育训练费用 整体预算超过50亿元新台币 约1.67亿美元 希望能纳入2021年度台防务预算中 若采购顺利 首架最快2023年到货 资料显示 MQ-9死神无人机制空时间在14小时以上 最大飞行半径为1850公里 可携带包括地域火导弹 制导炸弹在内的空对地武器系统 台媒认为 该机可发挥其制空时间长的特点 在台湾海峡周边 配合台军P-3C反潜巡逻机执行侦查任务 此外 台海军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 及未来台陆军射程300公里的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雷艇2000增程型多管火箭系统 都属于市具外的武器系统 未来 提供远程目标捕获 识别与精确定位的数据信息 都将是MQ-9死神无人机的功能之一 MQ-9无人机在近年美军的行动中经常露面 这款无人机装备在台海地区能干什么呢 用无人机配合台军远程打击火力作战 究竟现不现实呢 秦老师 实际上这款无人机 我们一般专业术语叫中空长航式无人机 就是说它飞的高度不是太高 但是它飞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最长可能可以将近20个小时 所以用这样的无人机实际上监控的 执行这样的任务是比较多的 从它过往的战力来看 比如打一些极端组织的一些车队 打这样的车辆是非常的简单的 但是如果是强对抗 那么轻易的防空导弹都不用太好的 短程地空导弹 剑空导弹就可以给它干掉 所以台军想借用这样的无人机去 比如说在台海长时间的巡航 我觉得在平时它巡逻 可能我们不理它也就算了 那么真正打起这个强对抗的话 它要给台军的 比如说地面那些导弹 军舰导弹引导目标的话 我觉得更不现实了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那可能第一时间 可能在基地就会给它干掉 或者是它一升空 那么就可能会遭到 很强烈的这种攻击 不会让它这么轻易的 去执行这样的所谓的 这个中继或者观察 或者提供一些情报这样的任务 主持人 看来此身无人机在台海 只能是送死了